打響品牌是成功的不宜法門 但要入內地市場 首先要學會保護品牌 這是品牌成功的重要一步 Terence 在內地怎樣可以保護自己的品牌 避免被人侵權 我們講品牌的時候 很多時候一個牌子 背後我們會有一個Logo 這個Logo是我們認住的 這個Logo如果在法例上 我們就會叫做Trade Mark 商標 因為內地的商標法律 跟香港的商標法律差異很大 內地的法律就叫做註冊在先原則 換言之你的商標不在內地註冊的話 你有可能會被第三者註冊了 如果你的商標權被第三者註冊了的話 換言之這個Logo在內地的進口、使用、銷售 都會受到限制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的那個叫做使用在先原則 很多時候我們就這樣用了它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個商標註冊 這個當然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證明 我是最早用這個Logo的 我可以拿回這個商標權的 但是在內地 因為這個註冊在先的原則 其實過往也有些個案 在這個方面裡面沒有足夠的重視 變成那個商標權是被第三者拿了 所以如果我們在內地來講 做一個品牌保護的話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先註冊 你自己這個品牌在內地的商標權 這個是必須的 你提到註冊商標很重要的 手續是怎樣的呢 手續是很簡單的 在內地來說它需要一個叫做雙標中介人 其實有兩種方法的 如果大家在內地有雙屬的這些雙標中介人的公司 你可以直接找它 在香港來說 其實也有很多香港的顧問公司 律師樓或者會計師樓 它和內地這些雙標中介公司 它們有合作的 如果大家對內地的雙標中介人不熟悉的時候 也可以找這些香港的顧問公司 或者專業公司去幫忙 按你的經驗 有哪些侵權例子要隔外小心的呢 很多時候我們會見到 侵權最直接的就是 將你的牌子赤裸裸地 就搬到它的產品上面 自然是沒有得到你的同意或者授權 這個是很常見到的一些侵權的方式 第二種就是 它將你的Logo 就改頭換面 眨眼看它就和你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你再細緻看 其實可能有一點點的差異 這些也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見到一些侵權的方式 這一方面我們要特別留意的 我們的雙標在香港 譬如在外邊習慣用英文 但是內地很多時候 它們有個中文的翻譯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特別注意 在內地我們做雙標註冊的時候 最好做中文 有些情況我們會見到 內地有些人 就會將你的英文 在外邊的英文 它就簡單譯了做中文 就去註冊 這一方面來說 很多時候 令到消費者 都會產生一些混淆 如果遇到侵權的情況 要訴諸法律去解決 又是否容易呢 如果我們見到有人侵我們權 我會建議大家 最低限度 我們可以找一個內地律師 或者你在外邊的律師都可以 就給一封律師信他 證明我們是有採取行動的 不是放任了市場上面 隨便侵我們的權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做法 當我們見到有侵權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兩種方式可以處理的 一種就是 去工商部門進行所謂打架 另一個就是去法院裡面 進行一個法院的程序 去告那個侵權人 兩者來說 去工商部門投訴 就會比較簡單些 但是去工商部門投訴之前 其實大家都要做一些工作的 內地工商部門來說 首先你要有一個證明 證明有人侵你權 這個有人侵你權 其實牽涉到第一 你有沒有在內地做商標註冊 第二就是說 你有沒有一個足夠的證據 而這些足夠的證據 還要是有效的足夠證據 證明有人侵你權 當然最好找一些專業的人士 幫你舉證 因為舉證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個所謂有效的一方面 如果我們自己去舉證的時候 如果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這個所謂有效性 就可能會打了折扣 如果我們這兩方面準備好的時候 就可以去當地主管的工商部門裡面 就要求它進行一個打架 過往來說 也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但是在內地來說 你說要100% 避免這種侵權 目前來說 都還是有一個過程在那裡 如果在香港先註冊商標 對公司是否有利一點呢 我建議大家最好都在香港做一個商標註冊 其實在我們工作過程當中裡面 我們都見過一些例子 商標在香港做到 內地做不到 或者反過來 在內地做到 香港做不到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那個logo 代表我們品牌的logo 只是在香港做到 在內地做不到 當然打進去做不到的牌子效果 但是反過來 在內地做到 在香港做不到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種缺失來的 所以如果一個比較理想的做法 就是說 內地和香港可以同時間註冊 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同時間最好就是 中文 英文都一起做了 那就避免了兩個地方裡面 我們的logo可能會有一個差異 這種矛盾的情況出現 等等